亲爱的媒体朋友先进,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来开这个记者会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宣誓我们全教主 要来积极推动不适任教师处理 尤其这个不适任教师处理 是广大的家长还有教育团体 大家所关注的 大家常常觉得说校园内有很多不适任老师 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 那么我们也认为这个不适任教师存在校园里面 不但影响学生的受教权 同时他也会拖垮其他老师的教学工作 当然也会造成教师形象的一个回损 因此呢 我们认为不适任教师本来就应该积极处理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师法里面对于不适任教师处理 也有一套机制 但是这样的机制 目前看起来 似乎对于不适任教师处理 并不能发挥到一个很大的功效 我们仔细了解里面的原因之后 我们发现不能发挥一个功效的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在于 整个不适任教师处理的过程 尤其是关于教学鼓励 需要辅导的这一类型的不适任教师 他们整个处理的过程都要由学校来承担 也就是说 一个学校可能只有二三十个老师 为了要处理一个不适任老师 这二三四个老师可能通通都要赔下去 要耗费很大的人力心力 再来 再来 当一个不适任老师被提报以后 他当然会想办法去找人 去找他背后的政治势力去观说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我们了解的个案里面 我们很清楚的发现 一个不适任老师 当他警觉到他有可能被提报的时候 就会找许多的民意代表 地方士绅 去跟校长施压 那么有许多校长 就因为忌惮于这些地方的政治势力 地方的士绅 因此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想办法忍过去 不然就请这个老师 你明年赶快掉下吧 所以造成有许多不适任老师 每年不断地在换学校 当然 最后伤害的 都是我们的孩子 因此 我们认为 如果 要 那不适任老师处理的制度 能发挥 他的一个更大的效用的话 引进一个有专业 有独立能力 有独立专业的小组 来帮学校去认定 去辅导 这个不是任教师 来帮学校抵挡压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 我们特别 花了两年 花了两年的时间 去做了一个研究案 然后呢 也找到了 美国一个教师同财专业协助的 一个制度 我们觉得 这样的一个制度 如果能够引进到国内来 来协助处理不适任老师 或者帮助 有疑似不适任状况的老师 能够让他的教学更进步 能够达到标准 这样的话 相信 对于我国校园内存在的一个 不适任老师 绝对能够有效的去解决 也能够 让家长 对于校园 比较可以信任 全教组 认为 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应该要担起来 所以呢 我们要积极的推动修法 我们也 要担起来 积极处理不适任老师的一个责任 因此 今天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法案 接下来 就是希望能够把它送进立法院 再来能够让它立法完成 那 无事任教师的处理制度 能够更进一步 我想接下来 就请我们专发中心 李亚金老师 先来跟各位解说 他的一个修法跟法律的一个架构 再来就请我们任怀明老师 来跟大家说明 美国的这个同裁 专业同裁辅导制度 简称PART 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说明 以下来请雅金老师 好 各位大家早安 那我这边先就整个专审会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制度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就势必一定要做教师法的修法 必须要针定 有关的相关规定 那我们目前为止呢 教师法总共有14款 是针对老师解聘 停聘 不续聘的一个规范 那我们认为呢 其实在其他的各款呢 事实上大概都有相关机制 去做处理 唯有几款它因为涉及所谓的 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那你应该是要有一个 专业的审查委员会来进行处理 那我们认为有几个部分就要 针定 第一个 在第一项的12款 及13款的案件 那12款呢 是讲到体罚及霸凌学生 造成身心严重伤害 那这个问题就会在于 什么样的状况叫做造成身心严重 严重侵害 所以因为这样的部分 我们就会认定要 针定一个12款及13款案件的处理办法 来处理12款跟13款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第14款呢 的部分呢 我们就设立了一个 教学专业审查委员会的组织及运作准则 要来处理特别针对教学不利或不能升任工作 那因为呢 教学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那他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一个审查专业 他其实很难认定 到底这个老师呢 是因为他很爱 很爱发言 针对行政作为 他常常讲一些话 那可能让学校行政 或者是校长觉得他非常的头痛 那他教学到底有没有不适任 这不见得 那还有一种情形是 这个老师可能比较特立独行 那家长就会觉得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觉得 他有一点状况 好可是事实上 他跟他的教学能力 可能完全又不相关 我们会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审查制度呢 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 到底什么样的老师是不是认 也很清楚的在做一个认定 那这边我们特别讲到 第14条第1项第12款及13款 他在处理所谓的体罚 或者是行为违反相关法令 那他设计的机制也会比较快 检举 接获检举在3日内 就一定要成立处理小组来做查证 然后这个整个查证工作在10日内 其实事实上我们本来还希望再更缩短期程 可是考量到万一遇到6日 所以在10日内呢 就必须要有整个查证的报告出现 那查证报告之后呢 就是交由学校相关的单位处理 所有的学校相关单位有非常多 因为事实上其实检举有可能是很小的案件 包括可能老师在对待学生的辞到事件 可能没有处理的太好 那家长可能有一些意见 他就 可是这是不是达到适不适任的状况 还不确定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经过查证呢 就会交由所谓的考核会 教评会或学校的整个教务处来做一个处理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到14款 那14款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必须要设置一个专审会 检举呢 在15日之内呢 就一定要送交教评会 那教评会可以决定 他到底要不要送到专审会 那如果呢 送交专审会 这个专审会是一个独立机制 会设置在县市政府 那专审会会指派专业的辅导员 调查呢 必须在一个月之内 那如果调查 发现这个老师的确有教学不利的情势呢 就经过辅导2到6个月 那辅导2到6个月是目前为止的状况 那专审会整个的审议结果到最后呢 还要再送回学校教评会 可是我们来设计 大家一定会想说 那专审会已经做了决定 他最重要是他有相当的建议权 他会针对这个学校老师 到底要继续辅导呢 还是解僻庭并不续僻 做出一个建议 然后送交学校的教评会 那这样的一个效力呢 就会跟那个 就会跟我们过去 在讲性评的调查小组 他其实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建议权 那那个建议权就会变成 学校教评会 如果没有任何的一个具体程序 事实的认定是有错误的 他事实上不太能够推翻 专审会这样的一个 专审会的一个决议 那我这边简单讲一下 教学专业审查委员会的组织 运作专责 我们今天组织呢 希望呢 他是在9人到15人 人太多或人太少 事实上都不利审查 那我们会希望 最适的一个规模 在9到15人任期两年 然后呢 是由教育学者 还有该地区教师组织 推派代表担任 然后会希望说 教师组织代表 不得少于委员总额二分之一 还有一个是依据性评法 任意性别委员 就应占委员总数三分之一以上 那我简单就我们今天所设计规划的一个 专审会以及处理办法做一个说明 以上 好 我想我们这一个做法 其实最主要就是引进美国的一个 专业同财辅导的一个制度 那这个制度 他的一个运作过程 然后他的成效呢 我们现在就请任怀明老师来跟大家做个说明 好 各位记者小姐 先生大家早安 那全教授三年前就成立一个专案的研究小组 那当时是针对有跟教师评件制度做的研究 那当时呢 我们其实就发现全世界在做教师评件的国家 其实都面临一个基本的困难 就是在评件过程中的专业认定 和投资的资源是不是足够 那后来我们也发现就是说 其实并不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尤其是教育表现良好的国家 都真正都有实施教师评件 例如芬兰 芬兰所采取的他的策略 所谓的值钱评管 大家可能知道他在师资培的过程 就强调对那个教师 预备教师的征选过程 培训过程 就给予给予那个极高的那个重视 所以他们的取向是值钱评管的取向 那全世界有些其他国家走的是在职贫管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说 台湾虽然说在80年代的私培法 有过一次失支培育策略的调整 但是教育部在后来执行的过程中 在值钱评管其实并没有做得很好 那现在看起来30年后的今天 如果要从头再做值钱评管 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那尤其对现职老师的提升 这恐怕还是需要有在职贫管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还是采取了 我们还是选择了在职贫管的一些有效的办法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美国 他们在最近这30年 就是那个找到了一个 这个有比一般以及过去 传统的教师评件策略 就是我们现在提供给各位的所谓的 教师同侪协助以及审查的这个制度 那英文它的简称叫做PARPAR这个制度 那我接下来就跟各位简单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附的资料的第二页 有一个简单的简介一页的简介 那它的发展最早是一个 美国某一个学区的一个独立计划 这是在俄海俄州的多利多学区 跟各位简单解释一下 美国的学区跟他们的行政组织是分开的 所以他们有学区不一定是市政府相应所属 他们是独立的那个组织 他们有独立的裁员 所以美国将近有一万五千个学区当中 在1981年只有那个学区实施了PARPAR这个制度 那经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事实上全美实施的PARPAR这个制度的学区也不多 也不多 大概有 据我们资料上面得到的讯息 目前大概有13个州41个学区实施 事实上比例相当的低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成本其实蛮高 第二个原因是他挑战了既有的权力结构 因为过去传统以来教师平坚的责任是在校长身上 那你现在要把这个权力从校长身上拿过来 事实上对美国传统的势力军能是有所挑战的 不过事实上他们自己学者的研究 大家看他第二项 学者的研究 尤其是我现在引注的这位学者 叫做Linda大家好 他在2013年就是前年他出版的一本新书 上面就已经明确的指出 他研究美国教师平坚30年来的结论就发现 PARPAR这个制度才是真正有效提升教师品质的 教师平坚制度 那还有很有趣的就是联邦层级的政策决策人士 也对PAR这个制度很特别 对PAR这个制度也都提出了观点 包括美国总统欧巴马 包括前教育部长阿尼·邓肯 还有美国教师联盟的主席 都有对PAR提出观点 尤其是提出说他们对提升整体教育品质 具有重大的潜力 那有时是PAR的这个学区 无论是他们的教师组织 或者他们的教育行政主管机关 对PAR虽然说他们的成本蛮高 但是对他所具有的成效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那甚至当他们预算删减的时候 这个学区都还会努力 行政主管机关都还努力想办法维持他们这个PAR的制度 这是非常特别的 那接下来我就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PAR的操作 那事实上PAR本质上还是一个评鉴制度 但是它有别于传统的评鉴制度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刚刚已经提到了 它并不是由校长来进行评鉴 那过去传统由校长来进行评鉴 有两个巨大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 校长其实没有时间 他如果要全校众多老师 其实他没有足够的时间 第二更重要的是 校长其实专业不足 虽然我们知道有些学区 他很认真的做校长的培训 在有关教师评鉴上面 但是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本质上的困难 校长不是每一科科目都懂 这却使得校长在做评鉴的时候 经常受到挑战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后来当有不是那老师 被提报解聘 他后面所要花的输送费用这么高 花费时间这么久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的专业受到挑战 那帕这个制度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重要的不同 就是我们刚刚提的 就是他这个帕名称里面的 所显现出来的特点 就是他不只是评鉴 但是他还伴随着辅导或者协助 那这个协助呢 这个协助是一个真的有效 具有高浓度也具有高专业的协助 那原因是他里面出现了一个重要角色 就是叫做CT 因为很难翻 如果从他的字面上翻 consulting teacher 叫做咨询教师或者辅导教师 但是如果用中文我们就很容易误解成 他是不是做諮商的 那其实不是 他其实就是一个教师专业的协助者 那同时他也扮演评鉴者 他是两角色二合一的这个角色 那事实上大家也看到就说这个帕这个制度 帕这个制度其实最关键的一个角色 就在这个CT身上 因为他是现场实际执行帕这个制度 对于这个协助也好 以及最后他提出一个评鉴的报告也好 那这个就是最关键的那个角色 但是很特别的是他还有一个帕制度里面 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帕小组 帕Panel 那他事实上是这个帕制度的决策者 以及CT这个工作这个角色的监督者 那很特别的是帕小组 他之所以可以发挥有效的功能 除了他的参与者具有专业的能力之外 他还有很特别的一个组成的特色 就是他是两种角色同时参加 有工会的成员 通常就是工会的领袖 以及他所指派的人 然后另外一个角色是主管机关 通常就是学区的行政所长 他们的教育局长 以及他所指派的人 那这两种角色同时在这个帕小组里面 共同开会决议审查 那个被提报的不慎教师 以及他的评鉴报告等等 那他们的这两种成员 他们的人数也相等 而且他们在主持会议的时候是轮流主持会议 所以造成一种 造成一种互 就是势力均等的气氛 那这个气氛进一步就造成互相信任的决策气氛 那使得这个帕这个制度 同时在学区里面受到这两方 两个重要势力的认同跟支持 这就是帕制度之所以能够持续受到维护 以及它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的原因 那我简单报告在这里 谢谢 好 我想首先跟大家说明的是 教育部一直想要推教师评鉴 那事实上因为我今年三月底的时候 去加拿大参加了国际教育高峰会 那么在那个峰会里面 我很清楚的看到教师评鉴 他已经在国际上退潮了 也就是说与会的15个教育先进国家跟地区 他们对于要如何提升教学 教师的教学效能跟教学品质 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减少教师的杂物 然后给予教师更多的时间和同财做研究 另外就是所谓的一个值钱的品质管制 我想这几点已经大概是目前教育先进国家的 一个普遍的构式怎么样来做可以来提升教师教师的效能和教学品质 至于教师评鉴几乎没有人在提 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在书面报告上指出要做教师评鉴 那有一个跟我们这里面提到的史丹佛大学 丹佛大学同样是在这个场合里面被邀请发言提出报告的一个教授 叫做麦克佛人他公开场合说教师评鉴在未来几年会消失不见 因为教师评鉴他一开始他是要用来处理不适合老师 但是花了很多的经费 对于提升所谓的教师的教学效能效果却相当的有限 所以他认为其实只要把心力专注于怎么处理不适合教师就可以了 根本就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跟经费去做普遍性全面性的教师评鉴 因此呢我想在我们国家 其实老师他的品质他的素质是很高的 所以呢如果要处理不适合教师 他应该就是针对教学有问题的来做就好了 而不是用所谓全面的教师评鉴来影响老师的一个教学有做事 那么我们引进这一套制度就因为他在美国已经被实证核心有效 然后呢结合我们国内目前关于处理不适合教师的一个困难点 一个真正的问题点我们认为刚好可以结合在一起 让学校呢他可以就请求这个专业审查委员会来对于不适合老师去做调查认定 还有做辅导最后做出一个结论不但减少学校的压力 而且呢可以让学校不用耗费大量的能力跟资源 只为了要去处理这个不适合老师 因此呢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引进这样的方案 我们也提出了修法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会请国民两党的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召集来共同联署提案 然后呢我们在10月27号我们会广邀社会各界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这样一个修法来召开公听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那么我们也认为处理不适合教师是社会的共识 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积极的来推动不适合老师 让不适合老师能够离开校园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简单说明 接下来的时间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很多的疑问 就开放给大家提问 谢谢 基本上这个委员会它是一个独立的 不是说学校不能处理 而是说学校它发现有疑似不慎老师的时候 它就可以请求这个委员会 经过教评会决议就可以请求这个委员会来做处理 我简单普通说明一下 因为事实上呢现在我们有所谓的 处理不适合教师的一个阴行主义思想 那它在很重要的一个辅导期 很多学校它在辅导期 事实上很难落实 原因是因为它根本没有人力去处理所谓的辅导 怎么样去辅导这个老师的一些作为 好那既然他辅导期没有办法很积极处理的时候 未来这个老师如果走行政诉讼的时候 其实学校败诉的可能性非常高 然后我们在讲所以才会希望说 如果教评会他可以去处理 他认为说他要把他决议送到专審会 就会有专審会来专门处理所谓调查以及辅导 那这里的调查最主要是针对这个老师是不是试任 我们刚才其实有讲了一段说教学是不是试任 事实上这一件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人他觉得因为我喜欢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怎么叫豆花 可是并不是这样看待所谓我们说的教学 好所以调查是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有不试任的事实 然后如果有确实有教学不利 无法升任工作的时候 那我们就由专业辅导员再进行辅导 好所以专審会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再来做处理 可是我们并不影响目前为止教评会的全程 因为专審会所做的一个辅导 或者是整个评估 他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学校教评会去做一个审议 可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审议应该这样讲 刚才有提到的是专審会 它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建议权 然后这个建议权如果学校没有办法提出 这个专審会到底哪里建议是不对的 或者是跟事实有违背的 他没有办法提出重大的瑕疵之下 他应该就是只能接受所谓的专審会这样的一个建议 有一点类似目前为止我们做的姓评会 姓评会他的调查小组 如果没有任何的一个重大瑕疵 事实上学校的姓评会 他的不能否决掉那个调查小组的一个决议 我再补充一点 事实上我们过去在不适应教师被解病不续病的一个救济案件中 通常最后老师会胜诉有理由的一个原因 十之八九都是因为学校处理的程序有瑕疵 包括最近在报纸上看到高雄的某个会骂学生的老师 也是因为当初也是因为学校处理的程序有瑕疵 所以呢他得到了一个有理由的一个救济 那我想站在学校的立场 其实对他们来讲压力很大就是说 可能三五年才会跑出一个不慎教师要处理 但是呢学校大部分的人员都不是所谓的一个行政法律的专家